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3年的5月6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建房的、买房的、卖地的都欠了一大堆债 那谁赚钱了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赚走的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建房的开发商、买房的居民、卖地的政府都欠了一大堆的债 那谁赚钱了呢?首先这2030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债务驱动型的经济 就是先借债,搞投资,然后才发展,而不是以前老祖宗教的那种量力而行 所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都是通过先借债,然后赚了钱再还债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开发商借银行的钱或发债买地,建筑商借银行的钱借房子 地方政府弄个壳搞个城投公司,借银行的钱或发债 建医院、学校、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然后好卖地 老百姓从七大姑八大鱼那借钱凑个首付,然后也从银行借钱买房 因此这整个链条上的所有的主体和个人都是借钱的 因此都欠了一堆的债 既然借钱就不能白借,是要还利息的 因此房地产商也好,居民也好,地方政府也好 赚到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还债 即使不还本金,但利息必须要还 因此赚到钱的一大块被利息给吃掉了 再有看看谁花20万买了几套房 全部都在后面加零了 看看哪些公司单位都搬进去高大窗明紧静的办公室了 原来吃财政饭,发不开工资的地方公务员工资都做火箭了 想想这30年快速编户的人都是谁就明白了 靠勤劳致富肯定没这么快 因此最早上车买房的人和之前都开不出工资的公务员教室等群体 也是房地产大发展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拿到的是小钱 中钱被这个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群体瓜分了 大钱当然是权贵家族了 知道这么多年各个地方都热衷于弄什么北大清华富小 不是北京啊 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其他省份 比如深圳也建清华富小 还有什么北大医院分院 高校大扩建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房地产 之前远离城市的农村有了名校的富小 富中分校 还有高校的什么敏航分部 密云分校 医院肯定也少不了 因此这个地方就可以建很多房子搞开发了 而很多人认为有名校医院加持 那块地上的房子肯定升值 于是即使有了房子 还要借债再买房投资 那么多的声援哪来呢 扩招啊 高校扩招大跃进 从之前每年招生几十万到后来的几百万 现在达到了每年几千万 美其名曰提高民族素质 所有的民众被洗脑宣传裹挟之下 无奈只能让马上好学区的学校 上好大学又由于水涨船高 公司招聘的学历也在升高 本来中专能干的活 现在都要研究生 很多家庭的父母只能继续在工地搬砖 在工厂拧螺丝供孩子上学 将来还找个好学校 结果大学毕业去跑滴滴快递送外卖了 他们不会在乎你念到大学毕业 整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成本 毕业后有没有工作 他们只在乎怎么让医疗教育绑架老百姓 然后忽悠你去上学 买学习房或者所谓的什么名校分校 然后他们发展房地产 把你几十年所有的血汗钱掏空 然后他们的子女在海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2017年9月10日 郭先生的直播当中讲到刘延东家族 就讲了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一个清华大学在哪建一个副校 清华什么教育学院 房地产涨几倍 结果在这个房地产项目旁边 加一个医院 比如说协和北大医院 建一个联络医院 地产升几倍 这事都谁去干的 刘延东的先生 刘延东的女儿和家人 有N个人去干 谁想批医院 没有刘延东女士 是绝不可能 想批分校 也必须刘延东批准 一个北大的建一个附属小学 附属中学 房地产马上升几倍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张宏伟的东方家园 核心卖的概念 就是利用医疗概念 教育概念来增加房地产 这是他成功的核心 至于盖的房子垃圾似的 没人在乎 谁给的 刘延东女士给的 前40大院校 前50大医院 所有的新增项目 新增投资 没有跟刘延东 没有关系的 他不批准 绝对进行不了 中国南方的几个 大的房地产项目里边 所有有教育影子的 所有有医疗影子的 都是刘延东家族的 所有的房地产商 跟他没关系的 几乎不多 这是郭先生 在直播中说的 看到没有 为了女孩子的素质提高 建名校的分校 多建大学 为了新城区人们医疗的方便 建医院都不是 都是为了房地产 当然不可能只有刘延东一个家族 只是在这个板块里 刘延东家族是主导 大家知道 在中共的体系里 是有钱大家一起瓜分的 因此只有刘延东一个家族 肯定也弄不起来 肯定别的家族也参与 大家一起压榨老百姓 不仅掏空你的钱包 还让你背上几十年的房贷 最后一点 在整个房地产链条中 钱也沉淀在了基础设施里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漂亮的河堤 脚底下的红色方砖等等 这都是钱 但现在这个链条 由于年轻人减少 以及怎么努力 也够不到的高房价 于是躺平不接盘 而面临断裂了 低欲望的年轻群体 正在迅速崛起 他们不结婚 不生烦 不买房 非必要不消费 他们甚至每年只工作几个月 够年度最低生活开支就行 因此庞大的债务要爆雷了 而这个债务大雷爆炸之时 地方政府开发商 居民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生活水平直接倒退几十年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